每年新iPhone的推出都会引发全网热议 总有一些问题会被大众关注 放大 在iPhone 11上这个问题是没有5G 而这次是不配送充电头和耳机 以及我这次买的被全网骂上热搜的蓝色iPhone 12 其实这个蓝色叫做克莱因蓝 是一位艺术家依附克莱因创造的 克莱因相信只有最单纯的色彩才能唤起最强烈的心灵感受力 一些艺术家使用各种色彩以求获得艺术生命力 而克莱因宁为回归单纯 这种蓝被誉为一种理想之蓝 绝对之蓝 其明镜空旷望使人迷失其中 以上这些都是我从百度百科上抄来的 其实我就想出一件事 无论这个颜色有什么典故 这次它放在iPhone上是真的不太行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建议您考虑iPhone 12的其他颜色 拿起iPhone 12的第一感觉是轻 是真的轻 首先 回归的直角边框并不会像想象中个手 这是当年的一台以个手著称的坚国Pro 我们可以看到在微距镜头下 坚国Pro的过度是纯直角的 而iPhone 12则并没有那么锋利 这也就意味着它的边框并不会有割手感 而相反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直角边框 给我带来这种踏实的感觉 不过就这个重量我真的想多说一句 你能把手机做到162克 能不能考虑把3D Touch给我加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会偶尔重用一下屏幕 体会到那种常而若失的感觉 从苹果与高通的和解新闻传开 我就一直期待着iPhone 12的发布 因为我知道最近三年的iPhone信号问题 终于要被解决了 同时iPhone 12系列还终于支持了5G 对于5G我们经常能看到它有多么多么快 但是说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要的并不是测速应用上标满的数字 而是关键时刻能收到短信验证码 地铁里稳定通话的微信语音和不再无线转动的等待标志 我更想要的是5G能提升网络体验的下限 而不是当下并没有太大用处的上限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台iPhone 12做到了 在我的测试里 在大部分有5G网络覆盖的地方 iPhone 12的网络体验都比之前强了很多 但是你也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无法搜到5G信号 那么iPhone 12的4G速度跟之前比并不一定会领先 因为信号问题的复杂特性 这个中国移动在北京朝阳区的测试结果仅供你作为参考 同时无论你是否开通了5G套餐 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要右上角搜到了5G网络 那网速和稳定性都会有一个跨着式的提升 虽然信号方面这只是安卓手机的平均水平 但是对于iPhone这无疑是一次重要变革 你看到的对于iPhone 12的抢购现象 可能大部分原因都来自于此 另外在5G模式上 我更建议你保持默认的自动5G 因为一直开启启用5G的话 续航可能有点真的不太行 接下来关于影像系统 在拍照方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是超广角镜头的画质 机边控制和夜景模式的综合提升 简单来说就是超广角从能用到好用的区别 另一方面就是iPhone 12 Pro上这颗Leader镜头 对 这个视频到现在为止 我才第一次提到了iPhone 12 Pro 所以希望能体会到这次iPhone 12与iPhone 12 Pro的区别 是真的很小 侧面来看iPhone 12是真的很值 在拍照层面 这颗镜头能带来人像模式下更真实的边缘 和更好的夜间对焦性能 但很可惜的是 能让这颗镜头发挥更多的AR领域 应用还不是太多 所以如果你预算有限 并且还在纠结这两款手机的话 真的 买12吧 绿的真的也还行 在视频方面 这次新增的已经被所有人夸过的杜比世界HDR拍摄的效果是真的很惊艳 它能让你看到的视频更加符合人眼所看到的事物 亮的地方更亮 暗的地方更暗 在此时此刻真的是冠绝所有手机的存在 这也是这次iPhone上最大的升级之一 因为现在国内网络平台还没有全面开放HDR视频的上传 所以我在评论区链接里准备了iPhone 12拍摄的两段分别开启和关闭HDR的视频 你可以下载以后传输到你支持HDR播放的设备上观看 但是 问题来了 支持HDR播放的设备 现阶段条件是真的比较严苛 不只是硬件 系统端也要配合到位 这在此刻的国内依旧是困难重重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想把你拍摄的这段HDR视频 不只在你手机上看而是分享出去 就需要注意很多的细节 首先如果你把这段视频通过AirDrop分享给其他的iPhone 只有近三代的iPhone才可以观看到完整的HDR视频 而安卓端在我个人及拜托朋友的测试里 能以HDR格式在本地播放的设备现在寥寥无几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 在现阶段iOS的下次更新之前 如果你用iPhone 12拍摄了一段视频 需要微信发给朋友 或者需要自己剪辑做Vlog 或者上传到视频平台 那最好把HDR视频的开关给关掉 并且把视频格式调整为兼容 否则视频分享以后颜色会出现偏差 剪辑的难度也会加大 在安卓手机上观看的时候 这个现象会更加的明显 在此我想呼吁广大手机厂商和视频平台尽快跟进这个标准 因为HDR视频的效果是真的惊艳 理应在正确的显示效果下 被更多朋友看到 接下来 Due MagSafe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是无线充电的刚需用户 并且有足够的预算 那我才会推荐你买一个 因为在我看来 它只解决了无线充电的一个小问题 在某些时候不好对准 虽然除了这个问题 它还能让你在无线充电的时候边充边玩手机 但是朋友们 让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 无线充电 边充 边玩手机 那我为什么不用有线充电呢 而且最主要的 我这两天试了是贴着MagSafe玩吃鸡 几乎每次我贴上MagSafe 打完两把 电比开局的时候都少了几个百分点 这充电速度是因为发热的影响 是真的吗 当然我也理解这是苹果对于未来无线化的布局 未来的某一天 可能Lightning也会被取代 但是对于现金无线传输速度和稳定性而言 这一切可能还为时尚早 最后我们来聊聊消失的充电头和耳机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件事的吐槽 并不只是因为苹果取消了配件 更多人 包括我 是不喜欢苹果找了一个别角的借口 事实上 比起省下来的物流和装配费用 扣掉耳机和充电头对于环保的贡献 可能微乎其微 OK以上就是我对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一些真实体验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时间仓促可能讲的没有很细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都会看到 未来我也会把iPhone 12 mini和iPhone 12 Pro Max一起买来 再做一期体验视频 欢迎你关注我 这样你能第一时间看到 最后希望你能点赞投币转发这个视频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 OK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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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